他怎么想的呢 保先生说我有个主意了 我们当铺里边 他哥哥那个当铺里边 有一个伙计 他在家里的田上 戳着好费的螃蟹啊 前而来送了几斤来了 现在这里的人 就家府里的人 从老太太去 连园里上园里的人 多半是喜欢吃螃蟹的 前日的姨娘还说 要请老太太在园里 赏桂花吃螃蟹 因为有这件事情了 因为有事情 还没有来得及请 你如今且把私舍别提 这款普通的一情 等他们散了 咱们有多少事做不得 我和我哥哥说了 要几罗 极肥极大的螃蟹来 则往铺子里取上 几坛好酒 再背上四五桌的果蝶 起步又省事 又大家热闹了 这办法好不好 真好 螃蟹是便宜的东西 对吧 又是大家喜欢的东西 是吧 你这不宴会请好了吗 然后再做事 而且还帮他什么 钱也不用你花了 那么大户里伙计 那几罗很贵的螃蟹 拿来就可以了 这个版本 是我不大熟悉 在这个贾府里面 请一个最便宜的螃蟹 其实有多少钱 刘姥姥正好撞钱 刘姥姥正好撞钱 拳来一遍撞 四百四三夜 那一天螃蟹夜 那么平儿也参加了 当然也喝了酒 所以四百四三夜 二倒数二四六 第七号 张瑞家的和张才家的 看到了平儿 说了姑娘金儿脸上有些春色 这喝酒有点红 眼圈都红了 平儿笑道可不是 我原始不吃的 大奶奶和姑娘们只管拉着死罐 不得已喝了两钟 脸就红了 张才家的笑道 我倒想这要事呢 又没能让我 他还没吃的事 明儿再有人行 姑娘可带了我去吧 说着大家都笑了 周六家的说 早起我就看见那螃蟹了 一斤只好撑了两个三个 大不大 这么三大 我想来是有七八十斤的 周六家的又说了 若是上上下下 只怕还不够 平儿说 哪里够 不过是呢 有名额的 吃两个子 有地位的 有身份的 吃两个 善给众人的 也有摸得着的 也有摸不着的 刘姥姥就说了 这样的螃蟹 今年就则五分一斤 十斤五钱 五五二两五 三五一十二五 再搭上韭菜 一共到有二十多两 阿弥陀佛 这一顿的钱 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的了 红穴 发展到第三阶段 叫阶级风险的红穴 就有人专门就这一天 卸了文章了 看一看这个地主阶级的 剥削的程度 对吧 整个大官员里面 最便宜的螃蟹 螃蟹 花了二十几两银子 够庄稼人 一年了 这也是有道理 确实如此 史湘云没钱 宝塞给他想了一个 最好的办法 就请示庞穴也 也不用你花钱 他灌造了他哥哥 宝塞说话很注意的 他提了这个建议之后 我们看 三百九十九十 当中部分 湘云听了 心里自然是感福 即占他想着周到 宝塞又笑道 我是一篇真心的为你的话 你千万别多心 想着我小看了你 咱们两个去摆好了 你帮助人还在当心事 被帮助的人有尊严 所以他还特地的 说了这句话 史湘云说什么 好姐姐 你这样说 倒是多心待我了 凭他怎么糊涂 假如我这个人怎么糊涂 连个好歹也不知 还成个人吗 我若不把姐姐当作亲姐姐一样看 上回那些家常话 说凡难的事情 我也不肯尽情地告诉你了 就这两个人成了闺蜜了 宝塞听他这样说了 就表示 就知道湘云已经接受了 便叫了一个婆子 跟大家出去跟大爷说 就是跟薛盘讲 以前的大螃蟹要几楼来 后来知道是三大螺 七八十斤 明日饭后请老太太阴娘赏桂花 你说大爷好歹别忘了 我今儿已经请家人了 这钱谁错的 薛家错的 然后底下 宝塞又跟湘云说 诗题呢也不要过于心巧 你看诗人 古代的诗人 古人的诗中 那些刁砖古怪的题目 和那些极显的韵 若其过于心巧 韵过于险 很难做 是吧 再不得有好事 终是笑家子吃 这话说的对 宝塞在诗歌方面 也有套理论的 境界是不凡的 如果我们只是为了 比赛做诗的才能 我们出那个很显的韵 就写不出好句子来 诗固然怕说俗话 更不可过于求生 只要投一件利益清新 自然措施就不熟了 这话也对 究竟这也不算得什么 还是仿击 真是你我的本等 我们的本分 女人嘛 一时闲了 倒是与你我有深有业的书 看几张诗正经 文学毕竟是末诗 做诗这种事情 也不过是玩玩的 要紧的是第一 女工 是吧 访计真 我们的本等 再多一些有余语 我们的书就可以了 这就是宝塞的三观 这样子观 这个我们就可以 按下不再表 我们这一段 这第三十七回的 这个欣赏啊 其实我们看到了 宝塞 这个人的可爱之处啊 也是可敬畏的地方 他能做到美的 和施工的同意 不容易的 当然他的诗 跟黛玉的诗一作比较 我们就看到了 宝塞这个形象的重要的方面 它是内敛的 含蓄的 又是矜持 也就是交情 黛玉这个人 潇洒 活泼 直率 恳切 真诚 所以这个形象就来了 在对比当中 曹学兴通过 是对比的方法 让人物的形象 战略起来 这是非常 关于宝塞 还有很多话要说 明天再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